大家好 歡迎來到卓遊講 玩卓遊的時間 我是節目主持人家的建築體錄 不是 撞不到 你是大師Ever 我是地產經紀 Happy 我是地產霸權大亨KH 今天我們review這隻 今年也挺熱話的一隻Roll & Write Game 就是這個 Welcome 有沒有To 好像沒有 是Ficcone 網上搜尋應該是Welcome 但有些人經常叫Welcome To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很多賣東西的網站都是這樣寫的 但是這裡寫了 Welcome 所以就是Welcome 我們證一證明就是Welcome 就是一隻很典型的Roll & Write Game Ever介紹一下 典型在什麼呢 其實就是填封把 目標就是 因為我們有三行 就是門牌 填封號就是 譬如我填了6 之後就要大 就是7、9 你可以跳的 你填一格是哪一格才沒有所謂 不過總之要押聲點 那些封號怎樣填下去呢 如果我們玩Basic Game 這裡會有三動 三動 就會有Action 還有Number 你選 我們就選一組去使用 但是 可能三個人玩 大家選的組是自己選自己的 就不需要我選了你沒得選 各有一個自己選 這就是基本玩法 對 例如我選了8 加這個欄 就是做Number 加這個Action 對 Number 就是寫上去 那三行其中一個 寫了8 那我們就直接跳了一個 就玩一個Expert Wool 怎樣玩呢 就是多一點點活動 就是你就在這裡抽三張卡 那你自己就在前後返來回去 那就看看你要什麼Number 和什麼Action 那剩下的那一張呢 就蓋起來 就傳到下一家 那下一家 下一張呢 就補兩張卡 又在三張裡面 選兩張來贏 那變成有多一點點 對 那我們來講一下Action 那那些Action 其實這裡有六款 第一款呢 就是畫圍欄 那是什麼呢 就是這裡一行的街 就是很長的 那你就可以在這些虛線 就畫一個圍欄 就填實它 是 那就幫它分了 那就分了 屋遠 就變成Action 就是Action 就是Action 就由不同的屋子去組織 那end game 就是丁下的分數 是啊 但是你填這個數字 和圍欄是不一定沒有關係的 你可以下面填數字上面 畫圍欄 是 然後到下面就是 就是令那個Action 去升值 你看回這裡 就有Action 一至六間屋子的不同款式 是 那你就可以選一款Action 就可以拆掉 那你end game 那個Action 價值 就會升了 然後下一個呢 Beast 就是令你的房子 由一間屋 擴充了 變成連體屋 是 那就是 就是 你本身填了數字 對 那個卡數字 再加你可以額外填 那個數字 是 就叫我額外選一個Number 就是3 在旁邊就變成3Beast 這樣就複製了 對 就是複式單位 複式單位 那你複式了之後 中間就不可以再 拆拆 但是你做這個複式單位 因為很厲害 所以就扣分 所以就扣分 越做得多就扣得越多 對 可以扣28分 對 好 然後這個就是圍欄 那個圍欄就是彈性的幫你 就是你可以從 ens寫數字 正負 plus 加減2 … 對 那麼就比較方便 還有呢 你套餐一拆 然後這一邊會打擦一下 最後也是做得多 對 最多的是七分 四分 然後一分 對 下 下面就是 這個水池 水池要整個號碼 譬如我們填 這個是七水池 就是這裡是填號碼 如果在上面有水池 就開始把水池寫上去 水池做得多 越多就有好處,越多越高分 接著就畫這個 公園 公園是要跟數字的 我畫哪個數字 就在上面對應 那個公園 公園是越來越高分的 基本上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還有 三張眼毛卡 有些單的 他會希望你 這個 這個就是你要 第二行 你要填滿所有 所有的 和水池 這個就是 你要有 六個 六個 排單 最先有十分 六分 最後就是有人填滿 或者有人三次填不到 或者就是 做完這些單 對 這樣就會完 好 先說一下感傷 我先說一下 因為我比較少這些 Roll and White 我覺得這隻 中規中矩 那 Press luck 成分都比較大 都是 抽不抽得到 但是我挺喜歡 這些單的 任務 讓你有一點目標去做 策略位 主要在這裡 我覺得這隻 是合格的 我覺得不錯的 好 你們呢 我覺得 WELCOME 其實今年都是 比較熱門的 遊戲 很多人說玩完都覺得很特別 我覺得 它作為一隻 Roll and White 遊戲的特性是什麼呢 就是它容易輕變 是 容易教而開 是 還有就是 脫掉的成分都不少 要不就是 要不就是紮色 要不就是抽卡 或者是數字代表 其實這裡都是紮一個 類似十幾面色的東西 是 其實這些特性 我覺得在這個遊戲裡 都有體驗出來 是 但是很多時間 它也做了很多 事情 令到 正常Roll and White 或者大部分Roll and White 的缺點 它都有功效的 例如那個互動性 雖然互動性 其實是 World and White Game 裡面最大的問題 很多時候都是 它用Draft Card 這個位置 它用Draft Card 還有它做單 還有它會鬥場 這些位置 都是會有少少少 interaction 是 但是當然 你不要期望它 跟很多美式遊戲 會有那種 interaction 去比較 Word and White Game 就很難去做到那個效果 是 但是 另一個Word and White Game 最大的問題就是 那個Theme 很多時候填數字 或者塗塗塗 其實都不知道做了什麼 但是這個 我覺得這個 在Theme的上面 它也做了一些功夫 例如它不同的Action 或者填Number 其實都有一些意義在背後 所以我覺得 這兩樣東西 其實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都是值得去推介的 那 Edward呢 我覺得 都合格的 這個Word and White Game 不過 其實挺有挑戰性的 它特別是 填那些湖 或者那些 Park的位置 因為要跟著 開頭的湖 要很小的Number 一些就是大Number 這些都要有些Planning 但我嫌它 互動性低一點 還是低的 以前那些會好一點 好 推介給什麼人玩呢 我覺得可以是適合 其實這遊戲很特別的 旁邊的一個宣傳賣點 是一至一百人 即是可以一起玩 可以一班人一起玩 可以一班人一起玩 可以拿一個Projector 可以揭開三張卡 可以一百人玩Bingo 可以玩Bingo 如果有人有興趣玩這些 City Planning 一班人一起玩 那他就可以去試一下 好 Edward呢 其實我上網看 他說可以三百人買到的 買兩盒 買多幾盒 你加一百 因為那一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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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可以再多一點 我覺得都是 初日門 我覺得都OK 五孫太困難 基本上就是這樣 希望這一集幫得到你 今天我們介紹的就是 Welcome 好了 下集再見 拜拜